大马最美变性人钟杰西竟然几百双眼睛之下,喇蛇杨子,前男妖,网民,太开放了。 出生于马来西亚古近,祖籍为广东大不可家人,家中排行第二,上有一个姐姐,下有一个弟弟,三个妹妹。 由于母亲热爱唱歌,钟杰西从小就受到音乐的熏陶,小学三年级就经常到舅舅们自组乐乐队唱歌玩乐,并多次在校计歌唱比赛中得奖。 初中时,钟杰西被选为全省区域代表参加大马国庆日演出,也是当时唯一的少年歌手。 十四岁那年,曾经代表音乐学院上电视节目伊斯克独唱。 那年,也是钟杰西第一次创作,据名为《只为你》。 钟杰西除了爱音乐,也喜欢舞台剧,她曾经领衔主演的《月光》舞台剧前四场全部爆满,好评如潮,热浪一波接一波,主办当局决定学回东西马,并远征新加坡,加场再加场,一共加至十五场。 前阵子更容易大马政府颁发的《2016大马东盟商业奖》,最佳雇主奖。 钟杰西主演的音乐和舞台剧,3月31日起在台北演出。 而这场舞台剧由他老公马斯健指导,领养的20岁儿子马杰菲及前男友出德文都参与演出,更在剧中与儿子和前男友都有机吻桥段,让台下粉丝看得直谱,好害羞。 该剧去年12月开讨,至今已演到第十五场,钟杰西在剧中饰演一名著唱歌手,周璇与三个男人之间,陈永山,出德文与马杰菲,除了剧本原作还加入自己的真实故事,三小时演出中有不少激吻,被国长等激烈桥段。 其中他轮番遭三个男人赏尔光,还与儿子马杰菲大放喇舌,最后直接与前男友出德文激吻长达一分钟,演出结束后,钟杰西透露音入戏太深,在休息室哭得无法平静心情,直到老公亲吻后心情才平复。 另外,在音乐剧中,他有多长被赏尔光的戏码,结束后长满脸红肿,连手指印都清晰可见,但完美的演出引来满堂喝彩。 非常有才华的他,不管是歌唱事业,或是舞台表演,都把他深藏在骨子里的艺术天分发挥到淋淋尽致。 钟杰西,果然是大马人的骄傲啊。 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支持哟。 以上是小编忙中抽空的整理报道。 揪咪。